你要走入人群 走入道场 走入医院 走入屠宰场 走入受苦的地方去念佛 因为你不能舍弃众生 你要把佛号布施给对方 那我想各位来到巴黎 这是一个汇集世界各国的很多人潮 观光人潮 所以你就要跑到人最多的地方 不要带钱 反正人家就不会讲 在那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家在那边拿个标语 你就拿这一支全部人就会看你了 对不对 你要做观音菩萨 一边还喷水 我真想做那个香烟 变成我们的烟共香 现在还有那个什么 吸烟就 对不对 那你就到人很多的地方 在那边念佛 事实上你用观想也可以 如果你不敢这样做 你坐在那边就我变成地藏菩萨 我拿着西藏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各位你要这样扮演自己 你念大悲咒 你要观想你变成大悲观音菩萨 每一支手拿着满众生愿的各种需要 然后呢 一千个眼睛 一千四在忙着帮助他们 不管你是哪一国人高矮胖瘦大人小孩 我都在帮助你这样 因为你在念大悲咒 大悲咒是要去救他 不可能说一个医生手上拿着针 拿着手术刀念大悲咒 我才不帮你开刀 帮他开刀是医生该做的 但是你要有大悲咒的心这样子 然后有观音菩萨的语言 安慰他 对不对 有大悲观音菩萨的行为 真实解除他身上的痛苦 好 所以我们来念一下 甘露诗诗仪轨 各位拿一下课颂本 请先翻到102页 我特别要各位翻到这边 是因为 各位一定要 至少每个月两天 的早上 你在特别是初一十五 拜完佛以后 把这24护法诸天 名字念一遍就好了 然后 你就作为一些供养 花水果 那护法诸天呢 他就是在帮助所有的人 因为他答应佛陀了 只要有人在修正法 是三宝弟子 想要帮助众生 护法诸天 有那个责任来帮助你 比如说你口才不好 你礼拜大便才天 他会让你会讲话 怎么去做生意 比如说你钱不够 然后大功德天 他就负责拿钱来帮助你 所以 第一个叫大饭天 就是各位在看的上帝 四大天王 叫大饭天 第二个 第四天 玉皇大帝 后面就是四大天王 那特别多文天王 叫财宝天王 你只要有在念经 他一定想办法让你有福报 不缺钱 你好好念 尽管不要念念我要去上班 你最好不要上班 天天念 因为他给你钱 意思吗 所以各位你不要太怕 没钱怎么办 天上的一块小泥土 整个地球所有黄金 像佛教有一位西瓦里尊者 泰国人缅甸人很喜欢拜 他走到哪里 所有的天神 都把天上的黄金珠宝食物 天天供养他 这样 所以泰国人 他们一定有一尊 站着那个雨伞 叫福德地西瓦里 这是因为他过去 是帮助穷人 供养三宝 所以护法诸天 知道他福报很大 护法诸天 故意要去供养他 因为护法诸天 供养他 护法诸天会升更高的天 会很有福报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今天 你有受戒律了 你把它收好 每一个戒律都有很多护法 如果你是发愿 进未来去成佛不杀身 哇 那个护法太多了 你本来要开刀了都可以过关 你本来要怎么样都可以过关 因为 因为你已经决心 从今天一直到成佛不杀身 对不对 各位还在救护生命等等 所以这二十四护法诸天 譬如第七个 日宫天王太阳 那天我们去火墓区 昨天是吧 哇 那个太阳好美啊 如果他们有相片给你看 太阳宫 叫日宫天王 那再来月宫天王 每个月十五 各位最好拿一枝香 一朵花 点一个灯 供养 月宫天王 他负责不生病 老人平安 小孩子 就属于楼软面的那一边 叫月宫天王 他们有责任的 他们有责任的 金刚秘基 他动作很快 像隐形人一样 保护你 摩西索罗天 那是最高的 我们叫阿拉 印度教叫 印度教叫 斯波神 摩西索罗天 是最高的 最高的 所以他认为他最高 他叫唯一真神 摩西索罗 所以是第24天的天地 所以他也叫什么 破坏神 破坏神 他力量很大 那后面 善子大将 还是在 用他的 就像哼哈恶这样 守护三宝 大变财天 女孩子要长得漂亮 声音好听 所以他也叫美音天 向好庄严 口才好 讲话好听 大变财天 唯陀天将 各位知道 监牢地神 各位也要拜 地藏王菩萨最大的护法 整个地球 土地世界也是他管的 所以 监牢地神也有一个修法 但是你现在不会修法 没关系 他们说 只要你尊敬我 不是归于他 尊敬他 供养他 但是这些护法 他不会主动找你 但是只要你找他 这是他发的愿 现在我要买一个土地 现在要盖大房子 监牢地神 加持 我现在要卖一个房子 监牢地神 加持 菩提树神 各位知道菩提树 所以斯里兰卡人都会拜 欢喜母 这个跟各位有关系 念一下 照顾胎儿 照顾女人 消除病苦 如果你生小孩子 台湾人这个叫床母 让小孩子在这个床上 不会受伤死亡跌倒 照顾小孩 照顾到16岁 也叫鬼子母 欢喜母神 再来 欢喜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 助身娘娘 她皮肤永远像粉红色的 16岁一样 她永远不会老 所以女人要漂亮 要多拜一下 欢喜母 然后呢 生病 你家里有老人生病 那你要 特别是三宝弟子 你要在初一十五 或是生病的时候 中午拿一碗饭 素食的 放在床那边可以 床的床头 或是你有佛堂 你就供在佛堂 写个红色牌位 欢喜母这样 然后你可以求不生病 求不生病 求夫妻好 求小孩子平安 乃至你要生小孩 那我们现在那些流产胎儿 都是欢喜母在照顾 欢喜母照顾这些流产胎儿 带他们离苦 这样 所以 那欢喜母 牟利之天 那就是我们的斗母 各位 拜斗拜斗 对不对 一个人犯太岁 你要念 供养牟利之天 龙王 说极如龙王 所以各位 只要有河有海 那龙王是财神 权力 权力高 金钱多 特别生意人 那各位 你要拜龙王 就念他的名字 那平常怎么拜 就拿一点水 放几个花 倒在河里面就可以 如果你更加想要发财 水里面加一点牛奶 牛奶 摆一些花 倒在河里面 供养龙王 阎魔王 那各位知道了 管生死了 大功德尊天 这也是佛教每天在念的 善女天咒 它代表 成就众是第一功德 很有钱 很有钱 很有福报 所以做生意的人 你要拜这个大功德尊天 甚至我们佛教把功德 大功德尊天 代表所有二十四护法诸天 能念他这个咒 只为大帝 这是我们道教的 他是道教的成为大佛教的护法神 东御大帝 锦纳罗王天 锦纳罗王 大圣锦纳罗王是代表火神 火神 雷神天 那当然 风神 雨神 雷神 有些细分 然后你跟他结缘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贡品 那以后各位 你在家里 初一十五 至少拜一下 或是你要去买个房子 做个什么大生意 反正你就每一个都念一次 还是说特别你要求小孩子的 求土地的问题的 那你就另外念吧 但是大家都知道了 好 希望各位每天把这个 二十四页到三十三页 能够念一遍 因为功德太大 所以佛陀说 你能够布施一点点米 给一些流浪动物和孤魂野鬼 超过于供养诸佛菩萨 所有的功德 因为慈悲的功德 大过于供养诸佛的功德 那我想你要天天去慈悲 不太容易 但是私食就简单 容易做 水也好 米也好 烟供也好 点个香也好 然后最好 像我们每天是做三次 为什么各位你每天要吃三餐 吃三餐你就要上供 所以跟我念一下 大概这个意思 供养三宝 供养护法神 供养六道 供养父母祖先 就算你是吃荤的 至少那个饭是树的 对不对 然后就拿来供养 跟我这样念以后 每天至少三次 然后就拿一点点米 或是一个饭 一条面 用个瓶盖放在里面 或是拿到外面的树下 不是 特别你开店的人 经常这样做 住家更要这样做 住家平安 所以各位念来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护法善神 供养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流产胎儿 供养一切众生 然后你就拿 你的一点点面菜 拿去外面放 这样 那你每天都在供养 当然你有福报 多点一只香 或水 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的 家里经常这样做 那你家里有很大的福报 请各位翻到 那个 燕供功德 那做燕供跟做施死 都同样的 我们在念大的字就好 五十八页 下回如果因缘成熟 我们就寄多一点 燕供香来 寄到我们 慈悲协会理理那边 各位再过去拿 好不好 你们负责点就好了 那个不是太贵 现在是邮寄费的问题 然后就每天至少点一根 三点三餐就点三根 然后当然看你的情况 你住在楼上也可以点 它那个燕供香 你什么地方都可以点 反正风一吹 味道吹吹就好了 如果真的没有燕供香 那你就用瓦斯炉 煮一碗牛奶 然后加一点食物是很香 它们就是要那个味道 这样就好了 如果你没有药粉 那你的中药 一点点让它煮煮煮煮 那个烟冒出来 那就是药供 所以有食物的香味也可以 甚至各位你在那边 你总要炒菜 嗡嗡嗡嗡嗡嗡的 那个菜的味道不时出去 当然如果你煮荤的 那你只要先操肚的 或是念个药食咒 希望这些肉超度 因为你不是要布食它 你是要布食那个味道而已 煮菜的味道 味道透过你的吹风 吸风孔 然后抽风机出去 包括各位你在洗碗 洗碗里面也有油 对你来讲 对众生来讲很重要的 你就洗的时候 嗡嗡嗡嗡嗡嗡 布食给它们 还有一点各位要做 你家的马桶 每天拿三颗饭或三颗米 咚 丢下去 然后滴几滴水 因为佛经里面 厕所里面有厕所大小阴鬼 他们只能吃厕所的味道 吸它的味道 只能这个 其他都不行 山珍海味都不行 那所以你就在马桶里面 丢三颗米 或是三颗饭 一条面 然后一点点水 先把它冲掉 然后就说 哇 今天这些大小阴众生 吃到的是这么美的 不是大便 然后你观想 所有这一区的 社区的大小阴众生 都得到 哄哄哄哄冲下去 给它念个佛 你会发现以后 你上厕所是个享受 是个快乐 因为这也都是佛教规定的 我们出家人 这些都规定要念 那因为这为什么 你要不舍弃众生 现在各位听到了 今天三宝你就会拜 护法神你也要拜 好不好 你不能舍弃他 护法神虽然不是佛 但是他对你影响力很大 那我们对护法神要供养 对三宝我们是归供养 对六道众生是慈悲 对父母祖先是还债 那你就不舍弃众生 而且做了以后 不执着叫空性 你要思维吧 一切都是幻化存在 就像今天法会 一开始就准备结束了 对不对 这个一定会过去的 只是现在人不承认结束 没有 我还跟你还没有结束 你不要离开我 然后就很痛苦 所以因为这些都会结束的 不要太执着了 痛苦快乐都一样 好 十种功德念下 一 帮助鬼道与非人 二 解除怨敌 三 清静恶业 四 健康长寿 五 富贵安乐 六 处所吉祥 翻过来 七 天荣地旗拥护 八 束获功德 九 可满所愿 十 束正佛果 那时间的关系 细节的部分 各位自己念 你要健康 你要发财 你要满怨 你要束成佛道 就必须不断的施食 焉供 或药供 或水 事实上都一样 只要慈悲了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这十种功德 后面五十 六十二页 佛陀在甘露未经 又特别跟我们讲 那如果各位拿一点点食物面包 念个便食咒 去布施 得到这二十种功德 那因为你念过咒的 如果你不会念至少 轰啊轰啊轰啊轰 再来就轰啊你背面轰 这样 然后 然后你就拿去试试 所以各位盒里面面包啊 草里面丢一些米啊 撒一些水啊 太重要了 就有这二十种功德 我们就不用念了 那各位就自己看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 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中华人的书书 现在国内以前已经没那些坚重了 但是大家无讨论 如果有对海外回来就要先通报 日经的民众 如果有遗害的情形 就要去住风雨路灌 第一 家里有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大人 六岁以后的孩子 还是有万幸病还价 第二 自己的房间里面没洗生活金 有这些情形 回国以前要先订路灌 那是有跟家人住在一起 但是有自己的房间 里面也有洗生活金 日经的时候就要索兵 来算得在家减义 如果没有照射报 相关的八十五万块 那是陈时来台路客 就一定要去住风雨路灌 请大家配合 为何我们的健康 选这一份是优妮啦 阿姨那里丹丹丹 过来一号一号一号 两个人都在摆在一起 大家主要呢 下一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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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给他吃哦 可以了 我們是狗醫生丹丹 他家叫做Dana 然後我是丹丹媽 然後呢 我們到狗醫生服務呢 目前已經是第四年開始 我們主要呢 就會到一些家父單位 或者是說醫院 然後安養中心 製造中心去做一些服務 還有一些兒童機構 狗狗賦予他這個責任之後呢 他會變得不一樣 就是他知道 他知道說 我今天是要注意服務 所以當他戴上他的領巾的時候 他就知道我今天是出去工作 我出去工作的時候呢 我是可能服務很多不同的對象 有長輩 有兒童 甚至有一些重度障礙的人都有 那但是在服務的過程當中 除了這些人得到療癒以外 我們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自己當志工 還有他的部分 我們其實也都得到了療癒 今天參加狗一生活動已經算是第四次了 對 因為以前就來過兩三次 那其實長輩的反應都還不錯 因為包括連四次真的長輩 就是可能下一次再來上課 就會想說 上次已經有狗狗來過 就會記得有狗狗這件事情 雖然可能講不出名字 但是其實會講出那個狗狗 就是有來這樣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他們其實對狗狗比對我們人 還有興趣 1954 Raw or 因為你一定要記上去 100%肥皂 Cp� P肉 Cp 粉 V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一站 长青路 下一站 长青路 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 长州府具的需求量也变多 府具在促进长者生活自立 身体照顾 渐轻照顾者负担上 都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然而有些家庭没有能力购买全新府具 府具资源中心连结府具福利资源 提供府具的租借 让民众可以依需求选择租借时长 对应长者府具需求 给予相关府具 我们这边的府具资源中心是高雄市政府 社会局办理的属于政府的单位 政府是委托给民间的社福团体来做经营 那我们这个府具中心 我们主要的业务内容是包括说 像如果说我们民众 他是身心障碍者 或者是长期照顾的老人 他有府具的需要 那我们这边都可以帮他协助做这一方面 看他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做处理 包括说像他如果要购置自己的府具要买新的 那我们可以帮他做府具的评估 然后帮他申请政府的补助 那如果说民众他有一些是短期使用的需要的话 那我们也有做短期的租借 那如果说家里自有府具想要做维修 那我们也有维修技师可以帮忙做维修这方面的处理 如果家里有府具不用 闲置不用的话 那我们也很欢迎说可以再捐出来 我们再帮他整理好之后 可以再巡回再利用 再给其他有需要的人使用 对 那我们府具中心里面 现场也摆放了很多府具可以让民众可以做适用 多数的人对于府具这种产品是不了解 府具这种东西又会跟这个人他的特殊需求有关 因为他会有一些特殊的障碍 那府具要搭配到 让这个人可以很好的使用 搭配得很好的话 其实是中间会有一段蛮长的尝试 跟适用的过程 对 那我们这边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帮忙 要再去买自己的府具的时候 不会因为说之前没有使用经验 或者是说因为不了解府具 不了解产品 然后去买错的一些问题 府具租借的分类可以分成像说是 病床类 气垫床 然后行动类的府具像是 轮椅 驻行器 摆杖 驻步车 然后电动类的话有电动轮椅 它也是属于行动类 电动代步车也有 最近也蛮多长辈在询问电动代步车 然后还有像一些便盆椅 照顾类的 就是洗澡便盆椅的那种跟沐浴椅 还有一些儿童类的 儿童类的像站立架百味椅 这个也是我们有在做处理 可以做租借再利用也可以做美和的东西 府具资源中心为照顾失能年长者 办理府具服务 期盼透过众人的努力 整合府具资源 不仅能因应民间府具需求 也能回收利用 达到环保爱地球的作用 出界府具的流程 基本上我们如果现场有的话 那民众来现场就是可以办理 然后就可以带走就可以带回去 那有一些府具它的数量 可能就是会没有那么多 有时候会有需要带牌的情况 可以先电话来询问说 我需要的府具是不是现场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先帮他做预约登记 那流程的话 我们会请民众就是要提供他的身份证件 如果说有身脏手册的话 因为有身脏手册他的租金会半价 如果有身脏手册 会请民众出示他的身脏手册 那我们会帮他做后续的处理 大家做儿女的还有我们民众 就是如果说有府具方面的问题 那可以请大家可以先 先咨询这一边 因为我们这边是比较中立的单位 对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不去推销 任何一个厂牌或商品 对那我们会很希望说民众 他是在充分了解的情况下 他不仅是充分了解产品 那也充分了解我们现在政府在做的事情 我们的福利制度 让民众比较充分的明白的情况下 再去做决定跟选择 再去做决定跟选择 心态决定一切 心态决定一切 所以我们与一个圆满殊胜的 无上菩提心 来受持八观再见 当然无上菩提心 以大悲心为根本 所谓大悲心 就是要从内心里面承认 而且实际的去做 知道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众生 都是我们的父母 因为知道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而念的众生对我们的恩 而决定要报众生恩 既然要报众生恩 我们一定要起悦意词 从内心里面高兴 愿对方永远高兴的 让他快乐欢喜 记住 我们学佛 学佛的思想 学佛的行为 佛陀的思想 是万法必尽控一切平等的 圆满的空性 磨合波罗波罗蜜的大智慧 佛陀的行为 是男人平等 打悲心的 愿众生都成佛 所以我们要发起佛陀的愿 实践佛陀的行 保持着佛陀圆满的心 那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完全 把我们的新生命 供养给佛陀 供养给上宝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fest 李宗盛 record استons从 编曲 李宗盛 师จะ 六丁 ты 对 同 你 更 よし 愿各位多多打开